现在李孝珍进攻前天美顺这个时候也是经常会奏效 一拍就挑出界外 前天美顺自己脸上的表情也是一片困惑 美球的这个分数确实比较难 而且从实力来说应该非常接近 但是从比分相差的太远了 两次封网都没有封着 都没有封着 不过这个穷人李孝珍确实是个六脉神剑 他如果有的时候还是很厉害的 可以说在双打的女选手上 包括中国的运动员 也不见得有几个比他好 对 相互之间的攻守对拉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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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相互之间的攻守对拉 对 对 好球 吸皮掉 调动一下对手 寻找机会轮转 好 机会 接起来 这也是双打的一个特点 有时候看着能够打死的 由于对方有两个人 我记得前面咱们说过这种球 说过这种球 这就描述的完全一样 一直在落后 哎呀 好不容易出了一个机会 我可解了气了 下王 这个球就是明显的 他脚没有上来 对 手和上半身先上来 是 其实这种球就是最关键的 当时注意自己当时的心态 对 你很平静的 而且这个球其实 不一定能够打死 对象 为什么 因为这种球 你说你要想发力 也不能发很大的力 因为很容易下王后的出界 你说不发力 又很可惜 就这么好的机会 又打不死这些方 所以在处于这种矛盾情况下 我觉得 还是对出手要特别的小心 真正的 第五位 第五位 第六位 第六位 反球 对 很有危险 他这个防守的变化还是很多 刚才我们说了 他可以挑对方的两边 让对方在移动当中 也增加他的难度 再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挡网 和这个反击 刚才这个反击还是非常有危险 我们看一下 首先对方的是个杀球 可以说因为落点也不是特别好 杀的也比较高 所以他反击过去的球 就非常有危险 他 他 他 亦 亦